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迪 尼巴冲突最近发生了已经接近一个多月 我们也在担心这场发生在 有着世界火药桶支撑的中东地区的冲突 会不会进步演化成全面性的战争呢? 要知道发生在中东的战争和人物战争 对全球的影响是不可同乐而遇的 最大的原因是 中东这个地区掌握着全世界最重要的资源 水油 它加上中东作为回教世界的中心 和以色列作为西方世界在中东的代言人 以色列和中东住过的矛盾积累 是病斗三十非一日子 一旦自火药桶被捅破 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俄乌战争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发生在 上世纪70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当年的战争也是由以罢两国引起 并直接导致油价一月之内飙涨超过一倍 美国股市更在短短一年之内腰涨超过一半 其后也直接造成全球利率上升至20% 通膨超过12% 和美国国债突破1万亿美元 而美国股市更是足足用了14年的时间 才能碾翔素不实地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能小觑中东战争所 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虽然现在的形势也不能和50年前相比 但是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识之处 那么这场以罢冲突 到底会为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油价飙涨 如果这场冲突就中演变成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战争 那么油价飙涨会是最直接的后果 要知道现在的油价也不是低位的40-50美金 而是接近高位的90-100美金一桶 而石油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资源 而阿拉伯世界控制了全世界接近一般的供应量 如果历史重演战争爆发 油价飙涨超过一倍的话 那么200美金的高油价 就会令许多企业和国家直接破产 到时工厂关闭 货轮飞机公交停止 承接下班的人失去工作 股市暴跌 恶劣后果不敢想象 2. 突货膨胀起飙 因为工厂关闭 生产线停摆 很多商品断货 通货膨胀将会急速飙升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商品早上才订好价格 到了下午的价格又起了20% 最坏的情况是 你有钱买不到你要的货币 这种情况不设备烟耸冰 而是正式发生在 如威尼威拉和阿根廷等通膨 高达三位数南美国家 最坏的结果是 可以直接导致暴乱 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3. 利率飙升 为了控制通膨 各国政府将并比大幅度调高利率 而高利率将会令许多人还不起贷款 马来西亚在1982年 曾创下9.75%的最高纪录 而美国在80年代更创下了20%的历史记录 我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举个例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50万的房子贷款 90% 分其30年来供 假设3%的利率 每个月的供款 大约是2,000块 如果利率飙升到10% 供款会直接上升到接近2倍的4,000块 如果你有不止以前的房产 或者是你的贷款是100万 我看到很多人会因怀目前贷款而破产 银行也有可能因为矮上太多而陷入危机 4.股市暴跌 通膨和利率大涨之后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就是股市会暴跌 这是很必然的结果 因为人们需要钱来应付高通膨和高利率 他们就会震惊恐怖的把他们所图上的股票套售来套钱 因为大家都害怕拖延越久才会振发更快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大家可以看一看美国标普500点数 在第四次周末战争期间 暴跌了50% 短短一年期间锁跌掉的点数 标普用了足处14年的时间来收服实地 可以想象有多少个家庭的财产 但这段时间经历过多么可怕的收缩 5.黄金和债权暴涨 当然有危机就会有转机 战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引发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担忧 黄金和债权通常被视为避险资产 因为他们具有相对较低的风险 而在不稳定的时期通常的表现良好 投资者会寻求将资金转移到这些安全的资产 以保护财富 从而对动了他们的价格上升 所以在这段时间购买黄金的债券 将会很有效的保障你的财富 看来以上礼拜战争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 我们真的衷心希望 中央地区哪些全世界可以保持和平 因此告诉我们 战争不单止会导致经济破坏 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思维动荡 政治分裂 人道危机和文化破坏 这都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视频的朋友呢 请点赞 留言 关注 我会做更多历史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学习更多新知识 好吧 我们期待下午 下期视频见 拜拜